10到15元的理发服务 10分钟搞定 现在顾客还能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排队和付款 省去不少麻烦 这家连锁理发店 在企业发展计划下开发 并在去年推出这个手机应用 也为理发师带来便利 他们可以从APP看到 他们赚了薪水的多少 而且他们也是在APP 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效率 也是可以看到顾客给他们的评语 还有多少星星 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会比较轻松 之前是要买那个票 他们要收起来 到月底他们才用这个票 来算他们的佣金 有些问题是他们把票弄不间 或者弄脏弄坏 所以他们会觉得有点担心 集团下来也打算为旗下的美容连锁店 开发类似的应用程序 并把美容业务带出国门 最近我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国际展会 然后有很多在周围的国家 对我们产生非常大的兴趣 我们最近也是在马来西亚 设立了我们的公司 通过第一间在马来西亚的分函 我们是希望可以扩充近附近的国家 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会拨款帮助本地中小企业 扩大规模和迈向国际 此外政府将推出新的企业创新计划 通过更优惠的税务减免 或转换成现金津贴 来推动企业五大创新活动 包括在本地进行研发工作 注册专利权 参与培训等 长远地看 你如果说你的企业业务 都是很靠劳力的话 那你很难跳出这个困境 那如果说你可以更深入地科技化 研发 创新这方面 这样子你就没有那个劳力的压力 所以长期来讲 一个企业他如果在这个科技这方面 去深入 去发展的话 他的那个持续性 他的竞争能力在长期 对他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公司如果有进行商标注册 甚至是国外商标注册 政府做一些400% 400%的那个退税的那种方法 来减轻我们的登记这些商标的负担 因为一次过可能是算几万块的一个注册费 所以如果政府可以在这方面有补贴 其实对中小型企业要跨出国外的那个 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鼓励 创立20多年的这家餐饮公司 是个家族生意 也曾申请政府监贴来投资一套数码系统 简化行政工作 他们也添购高效厨房用具 提高生产力 李绍雄去年已经升级了一套数码 高达300到400个人分量 比起以前我们最多也只可以考 差不多100到200个人 所以是大大减少将近一般的时间 还有它是多功能的 因为它不只是可以考 也可以增减少我们很多的人力的时间 再加上位置 李绍雄去年已经申请了政府的节能津贴 来购买新的节能冰箱 政府把节能津贴计划延长到明年3月31号 他会考虑购买更多的节能电器 节省电费 随着疫情趋缓 公司的自助餐订单已回到疫情前水平 李绍雄预计生意还会更好 而今年新推出的企业创新计划 将有助于他们跟学府合作 研发出新产品 在于人力的话 不过从理发行业来看 理发师需要经过多年的培训 年长人士可能不容易上手 我们在我们的理发院 有聘请了这些老一代的员工 他们在洗衣服 在折那些毛巾之类的 如果是在做理发师 就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这些都是比较高技术的一个行业 所以他们如果没有养到三年 至少的工作经验或者培训 很难入行 觉得今年的预算案 虽然不是说很有很多新的方向 什么之类的 可是其实它还是稳住局面 自助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些成本 然后促进你更进一步 可能我们觉得可能缺一些宣布的就是 怎么样去协助企业更国际化 可能政府在这个budget本身 没什么宣布 可能希望就是在那个committee of supply那里 它会有一些宣布 我觉得是因为前三年 我们在企业这方面 其实政府已经有了很多的补助的计划 来帮助这个企业 所以今年政府就可能觉得 应该把这个重点放在个人 那虽然如此 其实还是有几项计划来帮助企业 能够更容易地拿到这个贷款 可能政府可以就是更帮忙企业 应付目前的这个高费用的这个问题 这个租金上涨到很狂 我觉得那今年的预算就是四全四美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 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世界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更多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